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也跟全国投资本谈到的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我希望投资本们也要回来 尤其是趁着利空的时候 昨天也跟各位谈到的就是说 一开盘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 就是说大盘走空了没有 大盘走空了没有 那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都是利空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指数不容易走空 第二个 目前来讲的话 以成交量来看的话 这种成交量并不是大量 所以说也没有机会走空 当然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格局里面 反而就是说因为靠着国际性的利空 或者是国内的利空 金融营业税这个部分 这两方面的利空反而让很多个股在边走就边起伏额 反而复扶摇直上 反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很容易把你手上的标股就卖掉了 你很容易把它卖掉了 那当然也跟各位谈到了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就是说 就如同我昨天也跟各位谈了 美股可能收黑 也收黑了 今天我也跟投资朋友谈了 就是说一开盘的时候 在这个平盘以下 如果说是大盘指数没有红的时候 你去思考一下大盘走空了没有 同样的问题你回头还是问自己 那你说明天 明天还是同样一句话 你问你自己大盘走空了没有 如果大盘没有走空的话 你的股票具有产业深度的个股 你就要续报 你要续报 没有人 没有人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目前情况来讲的话 他有赚钱的股票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就会卖股票 反而就说越洗股价走得越高 这个部分的话 投资本你要特别特别的 要知道这种情况 好 从股票开始跟各位谈吧 金赚倍数321计划 来 各位 5274的信华今天再赚涨停 你说有没有利空 有利空 国际的利空 那你信华238今天再赚涨停 各位 他在创新高 他来到这边了 钱高这个地方是227 这个地方227 横盘有没有卖 没有卖 有没有利空 有利空 孔老师有利空为什么不卖 不卖啊 大盘没有走空 238 那从我在布局的时候 154突破颈线之后的回撤 从154来到今天的238 各位 这叫赚55%中间还有一个加码单 做了一个短线 波段单从154来到现在238 赚55%还在续报 各位啊 你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会不知道吗 你说北韩四射飞弹 我不知道吗 你说上周台北股市 金融营业税要增加调升 我不知道吗 你说台北股市8500点 8600点 8650这个地方是月线的反压 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可是信华有没有卖 没有卖啊 今天来到238 海量资料伺服器远端管理 变述321计划 这个3是什么 33档标股吗 第二档 信华市涨停 对不对 中场也守涨停 创新高 对不对 来第二档 F绿叶 1262 今天昨天涨停 今天再赚涨停 今天来到223了 各位 有没有在过高 160这个地方跟各位谈 2月13号还来161 是你最后的买点 横盘痛不痛苦 痛苦 等待嘛 你具有产业深度 你要给他时间 等待 等待之后喷出 160到223 39% 39%等于是几根涨停 将近六根涨停 那你说 你说绿越 你说今天 孔祥池到目前为止 绿越一张都没有卖 各位 来看一下 你有绿越你想不想卖 你有绿越想不想卖 在这边还有盘下 你有没有被洗出去 你有没有被洗出去 很多利空 11点钟 俄罗斯可能要对乌克兰宣战 各位 你卖掉了 你就被洗掉了 大钱要怎么赚 大钱就是抓住具有产业深度的个股 在利空的时候 你越是要报老 给各位这样子的观念 再听一遍 具有产业深度的个股 有利空的时候 国际上面 你越是要报老 各位这都是洗盘 这都是洗盘的动作 洗完盘以后喝了再上 再赚涨停 二二三 一六零到二二三 各位我们来算一个账 你一张 一六零二三 一张算赚六万好了 十张就六十万 二月中旬来到现在 十张赚六十万 有没有跟各位谈过基本面 有啊 全球在BOPA薄膜这种包材 是唯一做研发生产销售的厂商 这边都跟各位谈过 也跟各位谈过了去年 今年明年全部都公布应求 BOPA是做什么的 BOPA就是针对你食品上面的包材 或者是对一些金属 或者是零组件 也有所谓的包材 对任何任何贩卖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来当作所谓的包材 但是BOPA本身具有绿能的概念 所以跟保鲜膜不太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那这个观念是给各位谈到的 就是说那时候我记得 韦庭那时候还在的时候 说还有什么样的电子股 我一直都在啊 对 我说 我说对你一直都在 我说我现在这一档股票 我不是要讲电子股 我不是要讲传产股 唯一的一档传产股 一二六二的F一月 那你说今天 你有没有被洗掉吗 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可能你也有绿叶啊 你也有绿叶 你可能有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横的时候 你被洗掉了 你被洗掉的话 你有多可惜 各位你看是怎么涨上去的 如果前面都没跟上 现在再来切进 没有必要了啦 你说我有给各位急速标股啊 你说昨天韦庭说 你不要那么高的价位 你说要低价位 等一下就跟各位谈低价位啦 好 马上急速标股就出来了 所以说绿叶 那你说绿叶 我不建议你们去追 但是我手上的股票会不会卖 大盘没有走空我干嘛卖啊 这就是个观念 尤其是国际有利空的时候 那根本就是牢牢的抱住啊 股票不要经常换来换去 除非就是说 在过去的信华 55%的获利你没有来得及 绿叶39%你没有来得及 还有一档 再来 金钻倍数什么 321计划 三档标股嘛 再来 记得吧 忘戏 突破平台回撤 对吧 65块半跟各位谈 65块半跟各位谈的时候是 讲什么东西 当时65块半 我跟各位谈 今年2000台LED的检测设备 103年 在过去99年 100年是出货2000台的时候 是这个价位 当时只有65块半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65块半的忘戏 对不对 之后往上 71块8我们加码 76块半我们加码 76块半是在发生在2月11号这一天 公布一月份的营收 只有2亿年衰退25% 我说4根黑K压回来 你有没有被洗掉 你被洗掉 这个地方是我们加码买点 因为3月营收会大幅成长 第二季营收是倍数成长 请你告诉我 具有产业深入个股 你不仅波段单 加码单 还有加码单 结果从76块半 一路公到97块7 请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49%的获利 金钻倍数321计刷 三档标股 各位每天都是在讲这三档 我没有在变 我每天这三档股票 都在跟各位带到 F绿叶1262 5274的信华海量资料 6223的旺系 有ED检测设备 加上所谓探证卡 你都看到的 我没有在改变 变的是 你买进去了一档股票 看它 涨上去了 有获利了 你会害怕 因为国际有利空 没有涨上去 在横盘的时候 你也害怕 你觉得它不涨 涨不涨 你都害怕 这就变成一个 你的个股没有办法 报到一个波段获利 所以说 这就是个难的地方 难是难在 你人性的弱点 你没有办法坚持 你没有办法忍耐 你没有办法坚持 和忍耐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一直不断的 跟各位强调 就是说 具有产业深度的个股 你把它报老 你报老 各位 有什么好处 来看一下 金钻背书三人一计划 掌握产业深度 第一手资讯 三档钻石股 来 旺锡 赚几% 四十九% 什么叫四十九% 就是赚七根涨停 四十九%就七根涨停 四十九%一档股票 对不对 绿叶三十九% 四十九%加三十九%是多少 八十八%再加五十五% 八十八%再加五十五% 一百四十三%吧 各位 什么叫一百四十三% 一百万就赚一百四十三万 而且都是用现股操作 就是这样子的账 那你说今天回来 是不是三档股票 三档标的股 我今天有没有带到 三档钻石 掌握波段 掌握短线 两种策略 资金集中 力上加力 累积一倍的获利 有没有做到 做到了吧 你都看到了 每天跟各位介绍这些个股 那我昨天也跟各位谈过 就是说 如果这三档个股 你都没有来得及 那你要怎么样 想要真正的拥有一个 金钻三二一 倍数获利计划 如果这过去的三档 信华你来不及 日月你来不及 旺夕你来不及 那三月份 有所谓的急速标 你想要继续跟着孔强 我说过这不是个口号 这就是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我们落实 真正的去执行的一个动作 那你说 我来不及 但是我要有 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我要跟着孔强石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而且实际上去 有效的去执行 任何任何的一个 具有产业深度的个股 我就往波段上面去做规划 短线 我们有短线的一个操作 但是波段单一定是 一直报到 大盘走空为止 对吧 那 我说昨天 你来不及的 我说 三月份来了 就有所谓的急速标 我说我要给你急速标 来帮你完成 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还记得吧 过去这三党个股 你来不及 旺系 绿越 信华 你来不及的 我要你跟着孔祥词的急速标码 让我让你 带着你最短的时间 拥有最高的效率 对吧 昨天我有这样讲过嘛 我们来印证 昨天韦婷有讲就是说 你这个日月一百多块 有点贵 有点贵 五二七四信华 也一两百块 也贵 那我说 我昨天还在节目中讲的 我说有一档股票二十块 股价都还在整理 今年的获利比去年好 今年的毛利率 比去年的毛利率也还好 而且整体上面 他的股价都还在相对低档 我讲过嘛 我们来印证 我也不用盖牌了 反正我跟各位谈过 三月份的急速标股 我会一档接着一档推出 你随时都可以跟上 你想要真正的 拥有孔祥词的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这不是个口号 是真的要去做 让你没有负担 让你是轻松的感觉 各位 这档是六一六四的花心 今天我们赚掌停 我可以直接的跟各位谈 我们从容在二十一块八这个地方 买进 而且所有的会员都有 每一个会员都可以买得到 我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我想我讲的话代表诚信 投资朋友们 导播回到我画面来 导播 你看华欣是不是看得傻呆了 需要招那么久吗 导播 来来来 六一六四的华欣 他就是低温照明 二十一块八 充容布局买进 当天赚掌停 各位 导播 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卡板上 今天是第一根掌停突破 颈线的一个W的一个确立 今天这个叫起供点 各位 今天这个叫起供点 他会供到哪里 当然就是一个波段规划 好 我给各位看 六一六四的华欣 各位 这是民国九十九年 他的毛利率 一百年毛利率 一百零一年毛利率 一百零二年 去年三十趴的毛利率 今年还要再比三十趴的毛利率还要高 好 税务EPS九十九年是一点零四 分别是零点三七零点二六 去年是一点二六 是预估 今年还要再成长三成左右 差不多来到一块九 最高吧 股价每一年的高点 九十九年三十一点三五 三十三点五 十八点七 二十点九 当时昨天来到二十块一 昨天 二十块一毛五 那你告诉我 我的获利比这个都高 这都有三十块嘛 当年的股价最高点 我的毛利率也比二十三跟十四要来得高 因为比三十都还要高 请你告诉我 他的股价应该在哪里 我跟你讲的时候 现在还在 昨天是二十一点零五 各位同样的 跟六二三的旺息是一样的观念 旺息那时候 我跟各位谈的是六十五块半 现在高点来到九十七块七了 那你告诉我 我要给各位一个观念 任何一档个股的波段的规划 请问 一个波段上来都不会有震荡的吗 会有震荡 不管是旺息他有震荡 不管是绿叶他也有震荡 不管是信华 五二七是信华 他也有震荡 一个波段上来没有天天七%降上去的 他一定经过整理 他一定经过洗盘 他一定经过震荡 一个波段上来一定会有震荡 可是问题就是说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在洗盘的过程里面 在横盘整理的过程里面 他在考验你持股的信心 今天我也帮各位寻好了最好的 三月份的急速标股啊 有没有说到做到 你看华欣 我们不是追涨停哦 各位啊 我们是从容布局在二十一块八 所有的会员全部都一定买得到在这个位置哦 或者是这个以下哦 我们不是追涨停 我们从容布局买在二十一块八 今天当天我们赚涨停 从容买金赚涨停 请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急速标吗 我有没有得到印证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有没有说三二一的计划 就是要带各位最短的时间 最高的效率 我手上还有标的股 还有一档低价股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能够把握 金赚倍数三二一计划 在过去都来不及 各位 你都来不及 旺系来不及 信华来不及 日月来不及 新的三月份 全新的急速标股 我一档会接着一档推出 也会在节目中 一档接着一档告诉各位 希望投资朋友 你都还来得及 就是要让你最短时间 最高效率 让你没有负担 让你非常的愉快 我只有十个名额 先抢 先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 除了包括了这个华星座 这个低温照明 今天算是有利多消息传出来 业绩面传出了喜讯 三月份的业绩表现 有机会能够变得很好看之外 刚刚孔老师提到说 有另外一等 比较属于中小型的 这个标马的个股呢 是落在了哪一档 以及包括了产业方面的深度 我们股市盛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对于我们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不同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新的视野 STGnews.net 三立新公望全新上线 选台湾最夯的路跑在这里 赛后补迹让你尝片全台 人气小吃 江纸桃玩赛奖牌 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整个艺人明星参与的运动赛事 有效治疗溃疡 几位富士尼江 为您保护为 一样挑水果 在地的 便宜又新鲜 挑鸟肉 妈妈严选 价钱油画 都要漂亮 这是要怎么挑啊 妈 挑手机啊 就是要挑电信专家远传推的 超高规格 只要一半价格 内行的都知道 远传Smart达人机 专家严选 高规不贵 只给最挑的你 挑手机啊 就是要挑远传Smart达人机 远传神很大 上网一居只要一百 起码再送三千八 手机零月起 老爸要出国了 要都在听妈妈的话 那是当男的 老公那你烦事要小心哦 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 你的鸡胃腐蚀凝胶 我已经帮你混在帮帮里哦 鸡胃腐蚀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鸡胃腐蚀凝胶 为你保护 欢迎再来回到了 股市圣首了 除了这个华星之外呢 属于比较中小型的 这个电子股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 也是比较属于中小型的 这个标股 好 我要跟各位谈 有一档差不多 20块左右的股票 它不是中小型股票 它是一个低价股 但是呢 它的成交量 是非常大的股票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个股啊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 你要好好的把握 其实我在节目中 有暗示过各位 我都有暗示过各位 将来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你会恍然大悟 你会恍然大悟 我想这一档个股 也都还是在布局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各位你非常清楚 孔箱子操作的个股 都是一个波段的规划 那当然中间有一个短线的 一个价差操作 那只是要为了扩大 获利的空间而已 最重要的波段的持股呢 基本上能够爆 都是要爆了 都是要爆了 跟各位谈一下四星科 四九一六的十星科 昨天算涨停嘛 来到了六十六块半 今天过高 来到六十七块三 那你说这一档个股 这是我们的波段单 这是我们的加码单 五七块半 五十八块半的加码单 在六四块半 二月十二号这天卖掉 波段单爆到现在 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卖 五十七块半 来到今天的高点六七块三 这也是赚了超过十块钱 这也是赚了超过十块钱 也有十七个percent 那这一档个股 我也跟各位谈过 它未来的一个竞争力 三个引擎 三大引擎 我想我跟各位谈到的个股 基本上 在整个波段的规划上面 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卖掉 重点就是说 因为你拥有它的产业深度 你知道 它的未来的好 所以说 在它的一个震荡整理 或者是洗盘的过程里面 你会有持股的信心 在这个持股的信心 你了解它的产业深度有多深 你个股的波段暴力就有多大 这个我一直不断强调给各位看的 那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我欢迎大家 当你在操作股市里面 你碰到了很多问题 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个股 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操作 也不知道股票要有几种 几档 甚至于个股在震荡的时候 你被洗掉了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真正拥有一个所谓的耐心 抱完整个波段的规划 那我欢迎投资朋友们 把握就是说 孔祥词的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我诚实的邀请全国投资朋友们 希望你能够参与孔祥词团队 真正当一个股市最大的赢家 我要说的 103年 2014年 它是给各位赚大钱的机会 如果今年这一年 你没有赚到big box的话 赚到大钱 你浪费了股市多头的格局 如果说过去你来不及的 金钻倍数三二一计划 你来不及的信华 55%的获利 一个波段上来注意 一定有震荡 你来不及F绿叶 39%的获利 一个过程一定有整理 一定有震荡 623的旺席 49%的获利 一个过程一定有震荡 一定有整理 一定有波段的规划 具有持股的信心 才能够保波段 如果这三档个股 这已经超过130% 140%的获利 如果这些 你都没有来得及 你仍然希望跟着孔祥子 做金钻倍数三二计划 我当然有新的标的 我也跟各位谈到 四月底以前要公布 今年第一季的机报 跟去年年报 这个时候就一定有黑马标股 这个时候你就有 真正孔祥子 全新的什么样的股 急速标马股 急速标马股 来带领大家 做金钻倍数三二计划 三档标股 两种策略 资金集中 以备的获利 所以说这个急速标股 希望投资朋友们 能够真正的轻松 而没有负担 让孔祥子在各位 在最短的时间 拥有最高的效率 各位 第一档 先跟各位谈到了 六一六四的华欣 二十一块八买进布局 今天赚涨停 我所拥有的股票 一定都是在突破 警线的第一根的起功点 而我所要操作的方式 绝对是什么 金钻倍数三二一 代表我会有短线的操作 我会有波段规划 这是华欣 我想二十块的股票 你一定买得起 你资金部位小的 这个股票 一样能够让你真正的拥有 今年的一个规划的 波段的获利 希望投资本能够好好的把握 你跟着孔祥子 你自然精算 比如说三二一计划 你就马上有钱 这个就是给全国 投资朋友们一个最大的鼓励 台北股市不是年年都有多头 真正有多头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把握 而真正要赚最多钱的 就是一个波段规划 你拥有孔祥子的第一手直讯 你就持股的信心 你拥有持股的信心 你这个波段就有最大的获利 我相信全国投资朋友们 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这也就是孔祥子的价值 所以说孔祥子的 急速标马股 一档会接着一档推出来 过去你来不及的 我要全国投资朋友们 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让孔祥子让各位 最没有负担 最轻松 把握最短的时间 最高的效率 十个名额 先抢先赢就对了 好 除了包括了高价股之外 也有这个低价股的 这个中小型的个股呢 未来有机会 能够成为了这个标股 有关就产业方面的 推导分析 取加取索的明天节目了 我是魏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